叶苏鸟槽细游帆船,普吉好多不思议 离开台北,我像是倦鸟龟槽一般 想找寻一处最原始、最舒服、最自然的地方 最后,我来到了普吉岛 从热闹的巴东海滩往山上开去 不到二十分钟就远离城销 进入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咦,山坡上这些奇特的建筑 有的建在半空中,有的像鸟槽一样隐藏在树林里 这一切感觉好不真实哦 原来我今天晚上就要住在这鸟槽里面 想不到这个小窝可是舒服极了 里头大量采用木头、岩石、竹子等自然的素材 看见户外的阳光洒落 我的心情也开始轻松了起来 这个度假村里总共有38栋Villa 每间客房都有自己的专属泳池 据说建筑师是从普吉岛上的远古四大部落得到灵感 把度假村设计成四种风格 除了我住的鸟槽之外 这一栋分成上下两层的树屋也很特别 上层是卧房 走下楼就是舒服的客厅跟美丽的泳池 另外一栋位在残残溪水旁的大地 则满是温润的桃土色 给人分外沉浸的感觉 这些人拿火把敲鼓是要干嘛 原来是度假村每天傍晚的点灯仪式 顺便宣告晚餐时间到了 今晚主厨准备的是泰国印度混合风的健康料理 看起来味道很刺激 其实入口温和而且美味 隔天清晨起床 还可以跟着教练走入森林 来趟丛林里的践行 在大树下面打太极 调息呼吸 让自己随着大自然一起律动 回房的路上 我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教课 据说村里的杂草 全靠这两位水牛兄来解决啊 为了重现普吉岛的原始生活 度假村里还养了鸡 甚至有自己的有机菜园跟香草田呢 而主厨的料理教学 当然就是现摘的新鲜香草来做菜咯 你看看 没多久 这些五星级的料理就可以上桌了 到普吉岛当然不能漏掉 做SPA的贵妇享受啊 今天我选择茉莉花香的精油 舒服地躺着 让按摩师的双手像变魔术一样 放松我紧绷的身体 补充完满满的能量 还有一个浪漫行程等着我呢 来到码头 我跟不同地方的有缘人 齐聚在这艘船上 红色的船帆在蓝蓝的大海衬托下 显得格外抢眼 夕阳西下 厨师开始忙碌地准备晚餐 哇 想不到在船上也能够吃到这么丰富的菜色 一边吃一边跟新认识的朋友 分享彼此的旅游故事 这一趟普及之旅真是充满惊喜